大家都说丹麦的农业工业 很多领域都非常的强悍 但是咱们先从最强悍 大家也最熟悉的说起 丹麦的童话 咱们先不说这童话 我有一点我是绝对感谢丹麦 什么 丹麦是世界上生产胰岛素 一半产量以上从丹麦 您糖尿病 我糖尿病我在打胰岛素 我打的就是诺河灵诺河瑞 这个跟糖友来说 大家会非常熟悉 哪出的丹麦 丹麦那个企业叫诺河诺德 当然我这不是说从丹麦进口来的 因为丹麦已经在天津建了一个厂子 大量的生产产胰岛素 因为中国的糖尿病人是非常多的 那么丹麦为什么这方面发达 大伙注意 北欧包括英国 他的糖尿病人 发病的概率在世界上是名列前范 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 高寒地区的人 他有一个先天的弱点 就是每当天冷的时候 你记住冷的时候怎么办 我们一感到冷 你第一反应是什么 你会发现手脚限量 为什么 手脚的血液要流到心脏 保护主要的脏气 第二个 你想上厕所 为什么 把体内多余的水分排出去 防止温度继续下降的时候 你被冻僵 这是人的一种本能 我再举个例子 冬天 比方零下的时候 我们把这杯水拿到室外 很快的结冰了 那好 我们现在撒一把糖 把它变成糖水 你发现结不了冰 就是血液里头的糖分上来 是抵御寒冷的重要方式 就是说在北欧的历史上 曾经有过相当长的时间 我们管它叫第三季冰川也好 还冰河时期也好 气温突然下降 那么人类为了在这种环境下生存 它没办法 它把血液的糖分升高 升高 这是进化的一种结果 这其实也在告诉我们 达尔文主义它有缺陷 达尔文认为一切的进化 都是对人类有利的 但是你看为了适应气候 把血糖升高来抵御寒冷 当你气候恢复的时候 北欧人的基因里头的血糖就高了 所以糖尿病它是多发了 就进化不一定都是好事 所以从这点说 为什么丹麦 它胰岛素工业这么发达 这和丹麦人发病率高 是有关的 糖尿病人多